利拼产业转型 高雄市政府结合企业学校 成立半导体S狼带产学大联盟 半导体S狼带服务中心也同时接牌 市长陈其迈表示 企业未来面临许多挑战 但是市府一定会扮演坚强后盾 协助厂商解决各项问题 而他也感谢企业投资 一起携手翻转高雄 倒数三二 倒数深中 半导体S狼带产学大联盟 宣布成立 而同一时间半导体S狼带服务中心 也正式接牌 近百家进驻厂商 以及南部事务所大专院校的 半导体S狼带产学大联盟 在市府努力串联之下正式成立 市长陈其迈感谢企业投资高雄 强调会做企业的最强后盾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高雄市政府绝对会扮演 最及时 最有效率 最值得信赖和伙伴 各位的投资 我想在半导体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个都是一个巨额的投资 时间就是一个风险 所以怎么样能够把时间能够缩短 意味着就是能够把风险降低 由于半导体是巨额投资 时间本身就是风险 半导体S狼带服务中心成立之后 市府将提供完善快速的服务 简化行政程序 行政院副院长沈隆金也表示 中央及地方政府持续努力 确保半导体人才供应 也将携手陈大中山大学 共同担任半导体护国群山的护盾 预期我们南台湾半导体的S狼带 将带动高雄的经济的繁荣 也刺进我们台湾的科技产业 蓬勃的发展 中央地方持续的来努力 来确保半导体人才供应 是目前政府的努力重点 希望产业多投资高雄 我们就地就可以结合 产观学研的结合 当然这个半导体学研的成立 除了七家企业 非常感谢他们 包括日月光 国聚 华泰 董事长都有来 黄毅又表示 南部半导体S狼带野南行程 将会吸引更多人才到高雄发展 副市长罗达生也期待 藉由半导体S狼带产生的人才磁吸 促进产学合作 进而带动高雄的经济发展 好嘞 won't ask 散换 ��亡 感谢观看